对于脑性麻痹的人来说 写字走路都是相当辛苦的 就读力胡博小三年级 有一名脑性麻痹的学童高子轩 他花了整整四天的时间 用尽全身的力气握笔写信 写了一封信 为的是邀请总统夫人周美琴 来听他的音乐会 来在会后两人在台上紧紧相拥 感动了所有人 长得清秀洛洛大方 八岁的子轩出生十二天 就离犯脑性麻痹 有多重障碍 走路写字对他来说都很吃力 七年底他花了四天的时间 双手战斗用尽力气 一笔一字慢慢写 写了一封一百五十五个字的卡片 邀请总统夫人周美琴 来参加他们的音乐会 夫人低调出席 会后子轩摇摇晃晃走上台线花 两个人紧紧相拥 让台下所有人感动落泪 上台的时候 他好像代表大多数的人 来接纳这样的家庭 所以当他上台的时候 很多家庭都哭了 我必须很老实说 因为他还不认识总统夫人 因为以他的年纪 他是一个脑心麻痹的孩子 那时候会有一个新鲜的准备 让他知道这个人 所以我们每天就看电视 如果有周美琴夫人出现的画面 就跟他说就是他 就是他 然后我们要写信给这个人 他是我们总统的一个太太 然后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那我们如果能够邀请他来 他一定能够对我们很有帮助 此时的性打动了夫人 也帮助了基金会 让他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棒 很有意义的事 买饮料就可以抽